群眾爭相逃跑 美東時間12月31號晚間10點左右 19歲兇嫌手持開山道 砍向路旁 知情警員遭到開槍制服 警方深入調查後 卻發現驚悚內幕 19歲兇嫌竟想成為聖戰士 外媒報導過去他因為在網路上 發表極端言論 表示想加入伊斯蘭激進團體作戰 早已被聯邦調查局列入觀察名單 而這起攻擊事件 兩位受傷援警 送醫後目前情況穩定 兇嫌提前抵達紐約 住進夏東區一家旅館 選在新年夜前往時代廣場附近行凶 顯然早有預謀 檢調對此正在擴大調查 外媒報導紐約官方表示 目前並無證實有相關恐攻危險 但時代廣場百萬人歡聚跨年 卻傳出這樣的意外 使原本開心慶祝會變得人心惶惶 閃靈新聞林寒報導